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這條起源 Obstago歷史研究部門 2 再來是我們的第三位成員 伊莎貝爾·雅登 雅登一個電腦科學知識 混合的數位館藏專家身份加入公司 他鼓吹的資料革命 改變了Obstago對基因記憶取得、管理與收藏 巨透倒數 3 2 1 2012年在Obstago工作的伊莎貝爾 莫得推薦加入聖殿騎士團的內電團 2年後他找到一段第一文明的影片 他把影片寄給葛梅迪克 這段影片來自聖者約翰斯坦迪斯的基因記憶 裡面的先行者、建築、裝置讓他十分激動 伊莎貝爾不但地幫助葛梅迪克進行計畫 當尋找聖果部成為首要目標時 伊莎貝爾也成了找聖果部的負責人 有天他在倫敦的辦公室跟葛梅迪克通話 這時辦公室已經遭到刺客的潛入 情況危急 還好西格馬小隊及時趕到 面對西格馬小隊高手劉哈尼跟 維奧萊特 伊莎貝爾啟動先前安置好的炸藥 趁亂逃跑 一段時間後 伊莎貝爾前往白金漢宮底下 尋找聖果部 在企圖帶走聖果部時 遭到前來的刺客蕭恩殺害 最後一位成員賽門哈薩威 哈薩威是歷史研究部門目前的領導者 他對知識的渴求驅使了 對未曾探索過的時代的記憶 資料探索 這位人物第一次出現在遊戲中 但先前在《刺客教條》小說 《刺客教條》一端中有出現過 巨頭倒數3、2、1 賽門的家庭是顯赫的聖殿騎士家族 從劍強大學畢業後 他就到Obstago歷史部門工作 當伊莎貝爾的屬下 他曾經和特工阿娜亞喬塔瑞交往 但因為工作和對組織的忠誠而分手 這讓伊莎貝爾對賽門印象深刻 多次在文件中提到他 進而引起了最高大師艾倫里金的注意 因此伊莎貝爾死後 賽門便有機會取代他 成為歷史部門的領導者 和內電團成員 進入內電團後賽門向其他成員表示 現在Obstago娛樂用的方式太沒有效率了 只顧著收集大量的資料 卻沒有好好地看看資料的內容 他認為必須要有像自己這樣 注重歷史的聖殿騎士回到過去 才能夠注意到其他人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在短時間內找出重要資訊 他提到亞克德莫萊的伊甸聖劍 這把聖劍曾多次出現在大革命中 聖劍到後來流傳的過程中損毀 現在躺在艾倫里金的辦公室 更早的過去 英法百年戰爭時期 聖女貞德曾經用這把劍 而賽門的祖先 加布里埃爾 拉克薩爾 曾經和貞德共同作戰 賽門認為 如果他能夠近距離地觀察聖劍的能力 就能找到修復和啟動聖劍的方法 他的想法得到了艾倫里金的認可 里金給了他一個禮拜的時間去執行 探索的過程中賽門發現 加布里埃爾和他的愛人聖女贞德 有高比例的先行者基因 也發現他們的同盟 讓德梅茲是一名刺客 而加布里埃爾雖然受過刺客訓練 但終究沒有認同刺客的理念 後來聖殿騎士團也給加布里埃爾 一個入團的機會 但仍舊被他拒絕了 他一生只收回他的愛人而已 不願捲入刺客和聖殿騎士的戰爭 賽門作為一位歷史學家 在研究過程中總是能保持得冷靜、客觀 甚至幾乎沒有受到粗血效應的影響 而且能夠隨時地解除同步、返回現實 在小說中暗示 賽門可能是加布里埃爾和貞德的孩子 真的在假裝被行星後 跟加布里埃爾一同隱居起來 之後才有了這個孩子 廢城設施 歷史研究廢城設施 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 似乎很適合設立重舊歷史的設施 坐落於距離德萊威和幾分鐘車程的這棟建築 是於1985年 由當時建築界的新星 羅努維爾所設計 這設施中有數個部門 加細於檔案征集部門 就在Abstergo醫療部門隔壁 兩者與歷史研究部門 和特殊Elimus訓練計劃 都有密切關係 被受尊敬的朱尼亞奧托伯格 這應該是我們前面講的傭兵 因為我查資料翻譯不太一樣的關係 所以名字不太一樣 由朱尼亞奧托伯格親自管理廢城設施 也因此正面成為重要主事者最喜愛的聚會場所 當然了沒有東西能遮住圖書與館藏廳堂的壯麗輝煌 這裡收藏著Abstergo所有實驗體與數位的知識 據說他們都受到牢不可破的保護 這邊稍微分享一件小小的趣事 育兵的開發者曾經有考慮把廢城作為 此刻教條3的一個主要地點 但因為這個城市的網格狀規劃 會讓自由奔跑比較困難實行 所以最後就放棄了這個計劃 現代歷史學家 Abstergo的歷史學家余尼亞 像德校園學者完全不一樣 他們博學多才 雖然也會翻查書籍與搜集大量的資料庫 但他們真正的天分都發揮在實地考察中 遵循著被遺忘的故事 藉由監端科技的協助 我們的每個歷史戰術小隊 顯稱HTT 都由一名技術員與一位衣冠組成 他們協同蒐集被遺忘的古物 與絕種學系所述說的知識 他們探索連長者都嫌過時的故事 並融合口述歷史的智慧與明日的科學發現 這些實戰小隊讓Abstergo與他的各個部門 得以追溯一致與可行事物的極限 並且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擁有更好的未來 醫藥與歷史 在這個宇宙中我們對自己與自身目標的了解 將會行訴明日科學突破的方向 男男女女持續窺探著這個遙遠的星系 以及挑戰者深淵 以尋找打開下一個科學革命大門的解答 或細索跡象 Abstergo則從另外一個更熟悉的線上尋求答案 也就是我們人類本身 也許答案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 人類基因封存著我們身體的藍圖 但也許遠不止如此 今日我們持續探索基因記憶 並已經將從中學習到的知識 運用在增進個體與全球社會的表現上 明日我們可能會探索隱藏在結構中 比人類自身更加隱秘優微的記憶 而我們也難以預測會發現什麼 這樣的任務就是我們在醫療方面的努力目標 我們並不致力於直接的修復身體 而是透過對化學與生物學的了解 改變我們的生活 藉此邁向更好的未來 實地考察手冊 這個是封面 歷史戰術小隊的實地考察手冊 這應該就是我的工作內容吧 緊急措施 實地考察中自主行動的管理與平衡 執行中的任務 發生任何變化需自主行動時 依據標準程序 需要兩名歷史戰術小隊成員 在短時間內均提出請求 更變部署、行動、手段、時機、 潛在目標與預期的結果時 必須透過適當的管道 包含中央信息系統與內部通告 進行溝通並獲准 未授權的行動只能在面對即將發生的危險 或可能導致上市重要資料而無法挽回 諸如此類可能違反我們歷史復原目的的情況下進行 下一個 標準發配資源 實地考察時必須隨時具備 七代型Elimus 石瓜HR8 兩台最低建議配備筆電 七代型變頻發電器 7000瓦 4個5加輪瓦斯桶 容量可依據任務更變 一個定額熱電制冷器 適用於大多數的都市環境 根據繼續觀的判斷 一台四輪驅動運動型休旅車 帶有6900磅脫衣能力的 5.7公升V8引擎 如果Obsticle發配的車輛不足 或者部署時沒有辦法存取公司財產時 會發配等值得載具 一個標準用途醫療組 內含經檢驗的化學藥劑組 自動注射器 插管與攜帶型心臟驅站器 Elimus常見問題 攜帶型Elimus常見問題如何使用 如何幫助 如何調整攜帶型Elimus的設定 無法更變 在任何情況下 這台裝備都不應該調整 技術員只能使用允許的流程 連接此項裝置 他們的生命跡象 會由衣官進行本地或遠端監控 根據數值 醫療官可以建議 調整用法於 或使用標準發配醫療組中的 醫療裝備 確保Elimus使用者的健康與安全 2. 日上電力問題時如何應對 在遭遇到攜帶型Elimus無法連接到標準電源供應器時 包含在技術員裝備中的發電機 可以使用汽油單獨提供5天的電力 如果電力問題或故障是在Elimus使用中發生 醫療官有通知技術員的權責 或在取得可靠的電力供應前 終止Elimus活動 Elimus有安全系統可以避免對使用者造成物理性傷害 7代型Elimus如何啟動 確保裝置已經連接到標準電源供應器後 再進行開機動作 接著使用開關按鈕啟動Elimus 為確保安全性Elimus OS需執行至少60分鐘之後 技術員才能進行基因記憶定序流程 這麼久啊 搭熱機好久啊 這會讓機器的熱凝膠進行調節 也允許一關進行標準啟動程序 來確保基本數值的穩定 技術員不得在一關表示安全前啟動基因記憶定序 管理Elimus故障問題的流程是什麼 在發生故障當下 一關會觸發退出協定 藉此用對Elimus使用者影響最小的方式結束模擬 在離開模擬之後 技術員要在關閉Elimus之前 轉移最新的資料到安全無疑的資料儲存裝置 小隊不得嘗試調查Elimus的故障 或者維修任何機械零件 如果故障會影響到任務的成功與否 技術員則須立刻通知中央訊息系統 並且傳送報告給管理上級 他們可能會建議終止任務進行 這會不會之後我們就散自修理Elimus呢 根據標準任務程序 簡報將會在小隊的主要設施進行 故障的裝置必須交還給Elimus計畫團隊評估 全力轉移 在實地考察中 合法公開智慧財產權 聲明Obstacle Industry擁有 並保留所有智慧財產權與資料的擁有權 同時也包含任何HTT成員 不亂執情與否時所獲得的資料 定義專有名詞智慧財產權 適用於專利、專利應用發明、網路活動、 考古與歷史發現、 精英、精英探索與Elimus出血效應 所造成習得的能力 此名詞也廣泛地適用於醫療資訊 DNA定序、資料、資料庫註冊內容 與使用Elimus時發現的程序或技巧 未經授權公開前書讓醫或所有設下是完全禁止的 最後一個啦 職位與職責 每個人在實地考察中的行動 歷史研究部門的小隊是由兩名Obstacle人員所構成 每個小隊的效率取決於各自的技能 以及彼此之間如何配合 最終能發揮出1加1大於2的效果 一關對古物潛在對象進行基因化學組成、地理性分析 確保雙方成員的健康與安全 評估過程中可能會造成行動失敗的個人活動 必要情況下針對古物潛在對象提供化學或醫療性的支援 監控技術員的Elimus數值並提供適當的協助 技術員監看古物潛在對象的追蹤活動 必要時使用Elimus 外行動提供必要的技術資源 作為與中央總機聯絡的主要對象 準備行動報告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連續兩集的 Obstacle歷史研究部門的文件 我們下一集就要來看Elimus指南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按讚、留言、分享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和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那這集就到這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